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阿狗转身一看 老爷爷不见了 他都还没有问要替他做什么事啊 阿狗背着白菜回到工作的地方 他的朋友问白菜的伤势如何 阿狗回答他没事了 不过就要休息一段时间不能工作了 放下白菜阿狗告诉他们 暂时干什么 没做工就没饭吃了 阿狗还不想死 他还要生存下去 一定要生存 终于到休息的时间了 奴隶们辛苦了一整天 终于可以休息了 他们不放心 因为没有看到阿狗回来休息 阿狗还在继续玩 因为他要完成两个人的工作量 不然明天没东西吃了 那么奴隶啊 狗哥 你一个人怎么交到两个人的量 但三个人交四个人应该不整问题 他们愿意帮阿狗 他们开始自我介绍 他叫江上 而大肥叫阿蛇 他认为我们是一些来自理 当然要互相照应才对 第二天 阿狗终于可以交货了 老蔡非常的满意 他逼准阿狗可以吃东西 阿狗吃饱了就赶紧回去工作 他不要浪费时间 慢慢的 一天努力 白菜也终于醒了 时间不知不觉又过了十天 他还是一样 每天努力挖掘两人的分量 然后把抢到吃的东西带回去给白菜吃 这时 阿狗看到了老爷爷站在高处 阿狗要去见他 阿狗问老爷爷不是自理的人 在这个月来 他打听了很多人 都没有人知道老爷爷 阿狗好奇 为什么老爷爷可以在这种地方自由进出 老爷爷解释 他会在这里都是因为你 五根 我一直都在观察你 阿狗赶紧装杀 他叫阿狗不叫五根 老爷爷叫他 不要在我面前做模作样 老爷爷知道了五根的一切 他父亲还有他母亲 母亲牺牲了自己 好让五根可以得到新的身体生存 他的原神还残留一点在五根的体内 老爷爷可记得那个气味 因为他是老爷爷的最亲爱的女儿 阿狗问他 那你是神吗 老爷爷哈哈大笑 然后告诉阿狗 我是神 曾经是 但现在不是了 他抓住阿狗的手 我先来问你一件事情 你在这里混了一个月 想要工作一生吗 当努力好吗 还是你想出去 像你父亲一样反叛 这可是要打性命来赌的 你想不想打我 阿狗对老爷爷说 我要向神复仇 我不要再做努力 我要出去 老爷爷送了护身皱纹给他 他要阿狗慢慢发解力量 老爷爷要离开一段时间了 他要阿狗别忘记答应老爷爷的事情 过了一段时间 阿狗告诉白菜 有个计划了 他要逃出这里 不过 我们需要多找一些人帮手 原来那个神秘人就是阿狗的新人 他给了阿狗作文 阿狗接下来会好好利用吗 如果你想知道接下来故事 就按赞号转留言给我知道 然后订阅我 你们的存在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你们的收看 阿狗